老仙杆他就很喜欢搞那个 他认为是一样 等有一天他表起来 有一个色彩跳出来就知道 压下去 一二三 S 那边是那边 压下去出来 压下去出来 尽量这里是这样 这里就 这边这样 给他做变化不同 这边就这样 逆比那可以 但是 你要这个方向就要稍微 角度这个90度 这个 45度 这边在这里 那就这边在这里 这边这样下来 不要跟他一样 那这边就是我们就往下 好 敲一敲 最浓的应该是在这个主角 这是阳 这是阴 稍微勾一下 好 浓哦 我敲一下 要画的时候再浓一下 这笔应该在这里 这笔应该在这里 这笔是 主角第一笔 这笔上去 你说那个叶子是底下 水里都是脆枝 啊前面是末 对 脆枝 黄嘛 黄绿蓝嘛 黄绿蓝 好 脆枝完之后再调花青 花青 这是花青 花青越调越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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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最后画的时候再黑 敲一敲敲一敲 再加黑 那黑 花青嘛 再来绿嘛 它就自然有呈现一个色结 但 它都属于绿色的色结 这边小 这边就大 这边下面就是大 这边就不要 拉长一点 叶子的形状要给它 两边都不一样 这边 这边要续掉 不然就再斑一点 这边就没有了 我什么时候 这边也就有限 那边就没有了 怎么多